打开灯 哦 哎呀 你们都上香了声了啊 哎呀 帅哥亮妹们 我去 这俩小家伙也上来了 哎呦 国家出去啊 苗苗 洛伊 来 洛伊 苗苗 快点 苗苗快点的 要不我就关门了 我给你们买了 新的猫耙架 郭云俊 被他欺负录印 我总买了两箱 两个猫耙架 这就给你们安上 快过年了吗 给你们换新了 神经病嘛 吃那玩意干啥呢 这是太空舱 那还没安上呢 就要给它毁了 巨宝 看看这些零配件 不老少啊 这是一个猫耙架上的配件 我去 这小狐 又咱能捉狐药呢 那几个猫 咱能玩那个去 哎呦 给我留下来 最好啊 别长蛇了 哎呦 回去 看看 恐吓李宝 看看 新的猫耙架 安完了 你走 回去 跑太空堂里了 旧的猫耙架 这个猫也是很喜欢 看这个猫耙架 立柱 有这种 融的 裹的 立柱 也有这种 马上滚在 这种 这里面 就得 就得放垫了 要不放垫 咱们睡觉 趴着休息 有点个气声 酸针啊 别拧灯泡啊 那不是你的业务 看看英俊 一览中山小 上最高处 都说 站得越高 摔得越 远嘛 当然 英俊那个身手 肯定是不能摔下来 谁进 下边了 鼎鼎 进下边去了 那猫耙架 更高一些 高出 一头 哎果果 你不走了吗 还要进来呀 看 看 新猫耙架 想进来 沾沾喜气呗 对 苗面 哎 哎 苗面 感受一下 新猫耙架 害怕 胆着小 猫耙架一高 这个灯光 就显得不够用了 灯光下边 才亮 亮粉 这个猫耙架 比灯还高 这个猫耙架 总体还很结实 就是下边 有点不稳 它主要是 那个螺丝 螺丝在下边 比那个板 突出一些 所以显得有点不稳 猫耙架下面 有这个垫 但是这个粘呢 你得粘在地板上 再上就 挪猫耙架 就挪不开了 不容易轻少 所以就先补放 这个粘垫 哎哟 反正这个 这是个猫的活动空间 猫耙架 猫窩 猫抓板什么的 都得配齐了 翻完了一个 那还有一个没安呢 抽空我再安一下 坏虎 虎哥 哎哟 哎哟 虎哥 嗯 你真虎 孩子们好好玩吧 我明天上来的时候 再看一看 别把猫发件给拽倒了 哦 你们也要珍惜一些 过年 得置办一些新的东西 哎哟 坏虎算是最高处了 坏虎 yes 哟 这个猫发件 就是底堆的解释 非常解释 上面趴了八九只猫 它都不晃悠 那神经病 什么叫咬着玩 好好的 玩具啊 装饰啊 它就都给你咬蛇了 厉害 你瞅瞅 完了完了 你瞅 就这么一点连着 你应该上那个废品生活站 干活去 那破烂多 你使劲咬 我估计啊 这俩 掉碎啊 这个 这个 第二天 基本上可能都 就咬蛇了 也不用问谁咬的 反正他们 他们做的好事都不留名 我得把这个 这个毛发件处理一下 要不先搬到里面吧 这个视频将拍到这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